在日本北海道每年冬天就成了白色的世界 尤其是位在北海道北方 紧邻着厄祸刺客海的王总也流冰出名 海上的冰碎成了零花状 一片一片的漂浮着 搭乘了破冰船出海 梦幻美景相当迷人 海面上一块块流冰漂浮 每当船身前进撞上冰块 船底震动的红龙龙 破冰船激光号从王总市的王总港起航 每年一月到三月在游客出海乘风破冰 也是冬季北海道最著名的旅游体验 去过很多国家因为我看过的地方 对 流冰外形像连夜也叫连夜冰 从西伯利亚海洞江河口附近往南流 适适流到北海道东北边的 二货刺客海 行程长达一千公里的流冰带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今年王总的天气比去年同期温暖三度 流冰相对变少变小了 长度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 不过有个地方仍让游客见识流冰为力 马列兄弟赖娃娃海绵宝宝通通用雪堆出来的 连续四十九年举办的王总流冰季 有当地市民自治雪像冰雕大PK 有了一场热闹的北国家庭花 全体的に大体毎年来ます この雪像を見ていただければ わかるんですが これはプロの方が作ったのではなくて 阿バシリの市民が作っている雪像です 市民の交流と そしてそこから交流が 多くの観光のお客様に来ていただく 大きな理由になっています 雪上田田田圈 雪上田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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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田 来自台湾的钓鱼大队 直呼冷到洞味雕 其实在地内行人的玩法 是搭个帐篷待上一整天 美国冬天冷嗖嗖 不顾民众很懂得 冰雪上找乐子